我去,你看这个飞行背包做的,这也太酷了吧 等候多时,我终于收到了这款乐森机器人的巴斯光年 可以说这款产品刚公布的时候我就非常关注 因为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有特色的一款光年正传版的巴斯光年周边玩具了 本品不仅造型很花园 而且它居然是一款可以通过语音互动和APP遥控来操纵的机器人 这点真的很戳我 那本品是分为大众版套装和限量版套装两个版本来进行发售的 本次我们拿到的就是限量版套装 所以打开包装后也能看到里面的内容物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它把玩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呢 话不多说,让本期测评给你答案吧 首先对比起市面上其他品牌所推出的巴斯光年人偶 就不难发现乐森的这款巴斯光年尺寸真的很巨大 42厘米左右的高度感觉都有点接近1比4的比例了 这个大小说实话还是挺震撼的 而更难得的是虽然它是一个遥控机器人 但是外观造型做的也非常到位 相较于电影原作形象来说 这个还原度我是很满意的了 仔细看的话在全身的Alpha太空奇景服表面 也有大量的标志文字印刷 印刷精度还是不错的 同时因为我这款是限量版 所以说相比大众版来说 在奇景服表面还多增加了不少旧化掉泄液装 整体质感的表现也是更上一层楼了 另外身上很多关节外部都是包胶的结构 所以一体性也很不错 完全没有关节外部的破绽 同时可能是出于不干涉整体可动的考虑 身上部分外甲也采用了软胶的材质来进行制作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要评判一款人偶的还原度好不好 头雕的表现可谓是重中之重 按压头盔一侧的紫色圆形按钮 即可取下透明的头罩 这时我们就能更清晰的看到这款勒森巴斯光年的面雕了 实话实说这个头雕象征度还可以 而且皮肤的纹理细节也有所还原 同时紫色头罩是用真实布料材质制作的 质感非常好 眼球还采用了透明零件 效果也很不错 不过本品不能再现巴斯光年摘下头套露出头发式的样子 有点可惜 左臂的通讯面板可以翻开 内部也有不错的细节刻画 在这种狭小空间内塞入电机也是蛮勉强的 所以这里的展开机构不是电动的 我个人可以理解 后腰处的绿色装甲可以上提 然后会露出内部的Type-C接口 这里可以使用随和附带的充电器 为玩具本体进行充电 同时这里也是连接支架的接口 没错 因为巴斯光年摆动作时必须要上支架 所以把玩时这个地台是不可或缺的 表面的银色涂装质感不错 而因为我这款是限量版的 所以地台前方的名牌是金色的 上面还有专属编号 彰显了这款产品的收藏属性 支柱部分还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节高度 和本体的结合 就是直接插入后腰处的空洞中即可 这里有弹簧锁定的卡扣 连接很紧实 就是取下主体时 需要先按按钮解除锁定 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胸口的蓝色太空气景标志 同样也是本品的电源开关 长按5秒即可开机 开启电源后 你会发现不仅胸口的经典 蓝绿红三色灯会点亮 同时在头盔内部的LED灯 也会同步亮起 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另外在打开电源后 你可以说出对应的语音指令 来控制这款巴斯光年 扫描地形 防御 不难看出因为全身搭载了23个高精密电机和50多颗芯片的关系 所以这款巴斯光年的动作还是挺流畅的 在它配上内置的丰富音效 玩的时候真有种从屏幕里面走出来的感觉 我手上的巴斯光年活过来了 在配件方面 大众版的内容附属物就是这些 而如果你买的是限量版 还会多给出这些配件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细节表现吧 首先造型手方面 除了标准的握拳手之外 还有一对手指前方的手型 另外如果你买的是限量版的话 还会多附属一对平手 以及两种握持武器的手型 替换起来就是简单的球关节插拔 安装的手感还算不错 这次还附带了一个替换的面雕 可供选择使用 是这种比较严肃的表情 面雕内置磁铁搭配内部的插装 替换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剧中戏份颇多的机器猫小袜子也有附属 造型很还原 本体的涂装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这只小猫并不具备电动遥控功能 想摆动作的话需要自己动手去掰 当然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要是这么小的体积实现了电动遥控机构 那乐森的技术为面也太逆天了 是不是 如果你买的是限量版 还会附带两组识别牌项链 小的这个是和巴斯光年同比例的 而大的这个则是1比1的比例 你可以自己带 上面也都印有专属的限量编号 彰显了本品的收藏属性 接着我们来看配件中最具亮点的一个 也就是XR15号喷漆背包 首先造型还原度没得说 表面的标志印刷以及旧化涂装也都做得很到位 并且在两侧机翼的导航灯 以及下方喷射口部分 都采用了透明零件去制作 背包上有两个塞子 打开后可以通过专用工具给背包加水 同时这个小工具采用的还是电影中燃料电池的造型 挺有意思的 那这里的加水是为了实现喷口喷水物的效果 后面我们会和大家详细演示的 想要搭载背包 首先需要取下巴斯光年背部这里的红色软胶防尘塞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里内部的连接口 同样也是电源接口 就是通过这里来给背包进行供电的 安装就是磁吸加卡扣的方式 有一说一 背包搭载和拆卸都非常方便 当背包搭载到本体上之后 开启本体的电源 就能看到两侧机翼上的导航灯会被点亮了 同时如果你触发一些与飞行相关的指令时 内置的电机会将两侧的机翼推出 并且下方的喷口也会随之点亮 同时伴随着喷口多种LED颜色的变化 以及自动喷雾效果 这个喷射背包实在是太酷了 有型提示 背包最常可以喷雾三分钟左右 喷完了就需要你重新给它加水了 那如果你买的是限量版的话 还会多附属这三个电影中 巴斯光年用过的武器 造型都很欢迎 而且表面也都有旧化涂装 看起来质感都很不错 这个激光手套的管线是银色材质的 挺闪亮 按下一侧的圆形按钮 即可触发炮口的灯效 亮度还是很不错的 下方的绑带是松紧带 直接套在小臂上就可以了 搭载在主体上还是很方便的 而太空起颈枪 后方银色结构向前推 即可开启枪口的灯光效果 不过因为枪口是实色涂装 加上这里有点漏光 所以发光效果不算很理想 DX激光刀的表现就很赞了 刀刃采用了蓝色透明塑料 同时灯效的触发方式 也和原作一致 按下红色扳机 即可点亮刀刃出的LED 身心不错 另外在产品里还附属了 专用的绿色刀架 不用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背部的磁吸机构 将这把刀搭置在 巴斯光年的背部 这个玩点也是很还原电影的 最后现代版除了 标配的底座之外 相比大众版还会再多 给出这些配件 一起来组成一个 阿尔法太空起颈服的展示舱 展示舱的顶盖 装入4节5号电池后 按下顶部中央的按钮 就可以点亮内部的光源了 平心而论 这个展示舱搭配 主体的展示效果还可以 而且平时放在外面 还有防尘的作用 这点确实挺不错的 介绍完了配件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款产品配套的 APP操控玩法 都有哪些吧 首先通过蓝牙 连接上手机APP之后 进入主界面菜单 可以看到这里有四大板块 分别是蓝牙控制 特技动作 任务闯关 跟自定义编程 那我们先进入蓝牙控制选项 这里有基地和凌空 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下 都必须先将巴斯光年 固定在支架上 只不过凌空模式需要把支架 抬高一点 让它双脚离地才行 在这两种模式下 你不仅可以操控它 摆出一些预设的pose 同时还能单独控制 巴斯左右手的动作 我感觉这个模式的存在意义 更多是pose展示 对于拍照档来说 还是很友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特技动作板块 在这里收入了 大量巴斯光年的 预设形影动作 同时也分为基地和凌空两种类别 在操作时 注意配合调节之下的高度 下面我们来演示 几个个人绝对比较有趣的动作 而在任务闯关板块里 又分为了手掰和图形化闯关 手掰板块就是按照APP里的提示 将巴斯摆出对应的动作 并同步在APP的序列中 这样就可以做出更多巴斯光年的预设动作了 而图形化闯关则相对没那么直观 它是要你拖动对应的积木图形到序列里 按照APP的指示来完成更多的相关动作指令创建 总之当你熟练掌握了手掰和图形化闯关的玩法后 再进入最后的自定义编程板块 就会非常得心应手了 因为这两种编程方式的操作和刚才是一样的 区别指示 没有了APP的指示 你可以更加自由的创作 自己想要的动作指令 OK那么到这里 这款乐森机器人的光年正传 巴斯光年的玩法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差不多了 虽然我也觉得本品版什么动作 都得上支架 不能通过遥控的方式在地上行走比较可惜 不过这款巴斯光年 毕竟主打的是外观还原度 首先它是一个精准在线电影形象的高仿证人偶 其次才是一个内置电机芯片的可编程遥控机器人 所以在这样的设计思路之下 双脚就不能做得很大 要不就不还原了 但这种尺寸的脚掌想在地上行走并保持平衡也很困难 所以只能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 总之这款巴斯光年的配件 语音交互玩法 包括可玩性适足的背包 都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如果你很喜欢巴斯光年 买一个回来收藏 我觉得也挺好 前提是你能接受它的定价 本期节目给大家展示了这款现装版 目前已受请 但本品也有不限量的大众版可供选购 虽然相较于现装版来说 本体少了些战损涂装 配件也有一些精简 不过核心玩法都差不多 所以这两个版本该如何选择 就看玩家自己的需求了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